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左國中被黃強婦女夾攻 打到她顧得前來顧不到後 顧著上面顧不到下面 非常之危急 正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客店裡亂起來 什麼事啊 只見一袁女將騎著不快馬從內衝出來 這袁女將身高九尺有凸 肩膊頭闊 手刮粗 一雙大腳 雙手好像梳大招一樣 皮膚又黑又粗 一對金魚眼 高鼻大嘴厚嘴唇 穿著一套大紅衣服 手執大刀 她對著黃強高聲大喊 黃強老賊 你不要這麼狂 我來拿你的命 各位 聽我這樣介紹 一定知道這個女將是誰了 她就是黃蘭英 大刀黃蘭英在三年之前 幫助楊六郎打退寒延獸的兵馬 因為楊六郎不願意結這一門婚事 那兩個人就沒有結婚了 剛好當時西齊州的金木耳造反 黃蘭英請求命令她平定叛亂 老實說她當時鬥氣走 離開邊關之後 越走越後悔 心裡就很難受 她想 自小就由父母作主 將我許配給楊六郎 兩家人這麼多年不通音信 我等了足足三十八年 這麼艱難才能見面 除此楊六郎早就娶妻生子了 那現在我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回家怎麼跟媽媽說 解除婚約又不好 現在只給我兩千兵 又沒有能征善戰的主將 我怎麼能打得贏呢 我自己不要緊 還連累了那群兵族 我這條命真是苦了 做人有什麼意思 死了她把握 她想到全創 黃蘭英叫軍兵休息一下 自己走開了二里多遠 走進樹林裡想吊頸 剛好 當她向著當天叩頭 拜別娘親 剛才要上吊的時候 來了一位老道姑 這位老道姑已經五十多歲 看起來好像三十嶺一樣 她在中岳松山修行的 叫做劉雲俠 劉雲俠自小出家 在廟裡熟讀兵書 非常有志謀 近日她雲游四海 來到五台山去探訪朋友 剛好遇見黃蘭英想上吊 劉雲俠趕快上去勸了她 劉雲俠就問她 為甚麼事會興生 黃蘭英就把自己的身世苦楚 告訴劉雲俠 劉雲俠很同情她 她說 黃小姐 何必飛走絕路不渴呢 不如去打金木耳 如果得勝了 就拯救了一方百姓 你也可以名誰清史 而且說不定楊將軍 有回心轉移那一天 那你們夫妻就可以團圓了 是不是 唉 我這輩子 真的不想見她 俗語又說 劉雲尚且貪生 何況人呢 我不是想死的 不過事情迫到我不死不行 只有兩千兵 怎麼打得贏金木耳 你說打了敗仗 就連累了軍術 那不如讓我自己死了 軍術自己散了就算了 不如這樣吧 我平時都喜歡研究一下兵書 現在我又沒事做 不過雲尤四海到處找朋友 不如我幫你打西奇州吧 做別人我就不行 幫你想想辦法 拿下主意我還是可以的 我幫你做個盤好不好 黃蘭英見到劉雲峽 氣度不凡 談吐不俗 她很高興 那好啊好啊 你幫我拿下主意就行了 打仗不用你 我包了 她倆就越傾越合心水 她就結拜為姊妹 帶兵直奔西奇州 她這一支人馬 一路上秋毫無犯 極得人心 劉雲峽真是有本事 她對於行軍暴陣 三略六韜 就樣樣精通 她又幫助黃蘭英 以小勝多 加上當地老百姓 痛恨金木耳 就暗中相助 經過一年多的精戰 黃蘭英刀斬金木耳手下的四大金剛 百元猛掌 終於戰敗了金木耳 要她交出行書 離開西奇州 當黃蘭英要班師回朝的時候 老百姓跪在路邊 挽留她不讓她走 因為他們都怕金木耳去而復返 黃蘭英看到這樣的心願 寫了奏章送入京都 自願留守西奇州 當時百元王代替皇上 封黃蘭英做統治兼西奇州指揮士 不久之後 朝廷來一道聖旨 封黃蘭英做西奇州總兵 劉雲峽為副總兵 百姓十分擁護 很多人來投軍 當時西奇州因為年年天災人禍 往日的官府 那些康捐雜稅又多如牛母 迫得百姓走投無路 傾家蕩產 劉雲峽幫黃蘭英出辦法 出綁安民 說農夫可以回鄉種田 官府借種子給大家 兩年不用交地租 經商的只要買賣公平 一年不收稅 這樣的辦法真是心得人心 所以只用了兩年左右的時間 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起上來了 外地人也紛紛來到西奇州落戶 百姓一富裕起上來 黃蘭英就變得窮 為什麼呢 因為一年起兵上來 人要吃飯馬要餵草 現在不收租 那就沒有糧草了 那吃什麼 就全靠當初金木耳逃跑的時候 留下糧草來支撐 但是過了沒多久 糧倉就空空如也 開始的時候 朝廷還撥些糧響來 後來連縫銀都不給 為什麼呢 因為西奇州不加黃糧 朝廷就不撥錢 而且還很多次派人來摧款 那些兵桌厚糧不足 換貴又沒有衣服 搞得人心浮動 又沒有辦法練兵 黃蘭英很心急 天天發脾氣 劉雲俠又致跟他出頭了 我們孤軍打仗很艱難 不如這樣吧 我們自立為王 自收自食 看他們怎樣 黃蘭英歡樂到猛拍大腿 猛喊說好主義 從此之後 黃蘭英又自立為西奇王 劉雲俠做軍師 大其一掛起 周圍的周郡 誰都不敢騙他 事關人人都怕大刀黃蘭英 宋真宗知道了 賀鬧爺錯了 想派兵興師去問罪 不過邊關一直都不太平 又看到黃蘭英並沒有去騷擾周圍的村陣 所以朝廷終歸沒有派兵去攻打西奇州 有一天 黃蘭英的弟弟黃蘭貴派人來到西奇州 送信給黃蘭英 說母親病重 黃蘭英看信 即時要回家探望母親 劉雲俠不放心 怕他出意外 就陪他一起回去 他們是秘秘密密地離開的 所以城內的大小官員都不知道 他們兩個走到半路中途 這一天天黑了 就住在胡家客店 當左中兵的兒子左立 來到和黃強租客店的時候 胡老闆叫住客讓房間出來 人人都走了 唯獨黃蘭英就不肯動 他說我先來 他是後到的 為什麼我要讓房間給他 你們怕官我不怕 有時叫他來見我 胡老闆說不定黃蘭英 就要求劉雲俠 劉雲俠說 我們不會令你為難 不過我們是女子 晚上走走不方便 也不能隨便借宿 不如這樣吧 你另外幫我們找房間吧 胡老闆見他們肯搬出來 就什麼都答應了 就把他們兩個安排去後宅 住在他老婆對面的房間裡 到了半夜 外面是喊殺連天 吵醒了他們 黃蘭應該拿起大刀出去 劉雲俠就不讓他去 自己出去看看 一問情形 劉雲俠嚇了一驚 哎呀 什麼楊六郎遇難 不管怎樣 就連王回去告訴黃蘭英 賢妹 你快點去幫忙 去抓住黃強 搭救楊將軍 黃蘭英說 楊六郎被人抓住 誰呀 底呀 底呀 誰叫他忘恩負義 好吧 現在報應到了 我真的不理他 大姐 我們睡覺吧 劉雲俠知道黃蘭英的脾氣不好 就勸他說 延妹 你都四十幾歲的人了 還是細老哥脾氣的 楊六郎 對或不對 你應該去搭救他才對 論私事 他是你的未婚夫 你是他的未婚妻 論起國法 他是元帥 你是將官 你忘記了 我現在自立為王 不服他朝廷館了 延妹 我們自立為王 不過是為了不受朝廷的奸臣陷害 不受那些局宿氣而已 我們是為了要保護一方的黎民百姓 是不是 楊六郎他威震翻幫 他如果死了 寒言受一進兵 老百姓又會受難 你看看 潛州總兵左國中為了救楊六郎 兩個兒子一死一傷 他現在被困 性命難保 難道你真是見死不救 一番說話說到黃蘭英低下的頭 劉雲俠又說 延妹 難道你都怕黃強他們人多勢眾嗎 你如果不去 我去 講完拔劍就要走出去了 黃蘭英一手攔著他說 好了大姐 你不要說了 我去是因為你的 是為了左國中 那個楊六郎 他死了我也不看他一眼 對了對了 你救誰都好 為誰都好 你肯出去就好了 就是這樣 劉雲俠 黃蘭英 就騎馬在後院衝出來 黃強手下那些家庭的見到 就趕快過來攔截 黃蘭英大刀一揮 劈死了兩個 當堂大亂 黃志琳 黃志豐立即衝上來 劉雲俠說 賢妹 你快點出去捉黃強 我先在雪底擋住一會兒 講完又冒起寶劍 敵著黃家兄弟 黃蘭英飛馬衝到店門外面 見到左國中和黃強父女交手 黃蘭英大喊一聲 chespan立即衝上前去 喝這聲 äch看像是猴魚一般 嚇到黃為強父女 再牽走 hacia族 回頭來看一下 嘩 這個醜鬼ữa兩個人 從哪來它的 黃越瑞問 醜婆婆名叫是什麼 黃蘭英都沒有報名 他喝一聲 黃紅丫頭你是誰 我是黃強的女子 是不是你殺了左閣中的兒子 沒錯啦 怎樣呀 怎樣呀 要你填命 說完黃蘭英武器大刀就動手 黃蘭英這把刀 以前我們說過 它又闊又搶 份量極重 黃月魚一看就有點膽怯 至今就不能夠縮沙了 唯有舉起壽蓉刀斬過去 黃蘭英不方不妄 等壽蓉刀離開頭殼無幾軟 它又用刀背由下而上斜斜地向上一甲 它叫了一聲 妹仔聽 鬆手吧 當一聲 哈哈 黃月魚真的聽話 當堂將壽蓉刀掉掉手 不是它真的願意自己掉刀的 是震到它掉手 哎呀 糟了 黃月魚掉轉頭就想走 黃蘭英的刀鋒一轉 喝一聲 米酒 看刀 刀光一閃 可憐黃月魚就人頭落地烏夫哀哉 左國中轉優為喜 她說 哎呀 女人公 千萬不要讓黃強走掉 她是遼國的奸世啊 黃蘭英說 她走不掉的 拍馬衝上前來要捉黃強 黃強害怕啊 她見這一圓女將這麼厲害 自己的女兒這麼厲害的本領 都做了她刀下之鬼 自己就不是她敵手了 當時她慌到手藤腳震了 看到黃蘭英衝過來 她唯有勉強招架 打了四五個回合 她真是頂不住了 黃強聽到院子裡煞聲震震 又不知道她兩個兒子怎樣 又掛著自己一家人 以及已經盜了嘴的肥肉楊六郎 聽到失魂落魄 黃蘭英的刀一聲 對著她斬過來 黃強連亡一倒下頭 她自己避開了這一刀 但是那一匹馬就避不開了 咳一聲 馬頭被黃蘭英斬了一匹 那隻馬向前一吐 就趴在地上來 黃強的馬頸那樹 臨臨地滾了落地 黃蘭英舉把刀砍下去 左衆兵連亡大喊 女人公逐山的逐山的 不要殺她 黃蘭英一聽 調轉刀鋒 用刀背壓著黃強 那些軍兵一勇而上 將黃強綁起來 哈哈 黃強在中原臥底二十幾年 今天就唯有束手就擒了 黃蘭英對著我國中說 喂!你看著黃強 我進去裡面幫幫忙 說完她下馬 幾步衝進去客店的院子裡 一進去 看到黃家兄弟在雙箭流云俠 黃蘭英發火了她 喊一聲 你兩個死賊子 欺負我大姐是嗎? 我一來了 一聲大叫 嚇到那些家丁紛紛後退 黃蘭英把大刀一沒 沒了大半個圈 馬上把三個家丁的頭殼斬掉了 把兩個家丁的兵器打掉了手 黃智鋒害怕了 劉雲俠成勢揮劍猛刺 只聽見 嘔一聲 刺進她的肚子裡 當場就拿了她的命 黃智鋒見勢頭不對勁了 轉身就想逃跑 黃蘭英一個戰部追上去 闊一刀 斬空了 跟著舉起右腳 啪一腳 將黃智鋒踢到餓狗搶屎 那些軍鋒衝上去 將他綁起來 這個時候 左總兵要進來了 他指揮軍鋒 逐間房逐間房 搜查黃強的黨羽 黃強的老婆也被擒 其餘那些 全部都下網 左總兵對黃蘭英和劉雲俠說 兩位女人公 請問你們高姓大名 家住何方 日後下官一定要將這件事 奏名皇上 重重加掌 黃蘭英說 算了算了 誰恨了她的官 受她的賞 是我大姐發慈悲 又見到你這麼大年紀 還死了個兒子 我這樣才動手 現在捉到黃強了 我們已經走了 兩位不要走 請兩位去神州一聚 不打擾你了 左國中 無論如何都不肯放他們走 劉雲俠說 你先去救人 我們在這裡等你 有說話等待再說 各位 楊綠郎扣了你 救回來了 但他們中了迷藥 無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